马六甲技术大学原定在来临的星期天 举办一场名为新都教和伊斯兰教共同点的宗教论坛 还请来了印度著名的伊斯兰教演说家 加基尔奈克到我国开讲 不过论坛还没有登场被迫腰战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阿布巴卡今天宣布 基于论坛涉嫌破坏公共秩序和引起宗教敏感 因此当局下令主办方取消活动 而警方近期将传召主办单位负责人问话 马六甲技术大学邀请印度伊斯兰学者加基尔奈克 出席星期天的宗教论坛 准备探讨新都教和伊斯兰两个宗教 但一切还没成行 就因为多个宗教团体的投诉临时喊停 全国警察总长卡利透过官方面子书下达禁令 表明警方以公共秩序和宗教敏感为考量 禁止主办方办这项论坛 同时将传召负责人问话 大学副院长拿多沙连校五发文告宣布 主办方听取警方的建议后 已经决定取消论坛 另一方面 卡利今早出席活动后证实 警方一共开设了四个档案 调查前首相敦马哈迪医生的煽动和诽谤言论 而部分的调查报告已经提升给总检察署 对于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在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最终调查报告中 提出警方调查前首席执行员拿多沙鲁阿兹哈的建议 卡利指出警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详夺后达106页的报告内容 才能够决定是否要展开调查行动 谢谢大家